早餐时,我爸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咱家有三百亿 妈继续命无表情地喝着西粥 而我则十分镇静地放下了手中的馒头 筷子挑起了豆腐,也掉到了桌上 爸,你开玩笑吧 我爸很淡定,顶着我的眼睛说 真的,咱家是富豪,算算,应该也有三百亿身价 那为什么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这八平米的平方里 而不是住在豪宅里 我一问地问道,是为了锻炼你从小坚毅的性格 说着,我爸把吊在桌上的腐乳挑了起来 抹在自己的花卷上 就是说,我们这十多年的苦日子都是假的 我被震惊地都快哭出来了 不能说,全是假的 这时候,晚上太热,我和你妈会去家里睡觉 第二天,赶在你洗床之前回来 也就是说,有几次,我起来发现你俩不在 回来跟我说,失去城跑了 其实是,是的 堵车,赶不回来,司机也很着急 我继续咬着花卷,塞帮子鼓起了一个大包 咱家,还有司机 我惊讶地问道,妈,扒干净了最后几粒米饭 说道,就是邻居,孙小胖 于是说,那个穿着背心 每天,嗖咪咪地看着路过的阿姨的 孙胖子 妈,瞪了我一眼说道 她,那是演戏 其实,她是个gay 我感觉,我的世界都要崩塌了 也就是说,咱家还雇得起人 买得起车 本客力量劳斯莱斯就是 爸爸,你不是说,那个车匠飞人牌吗 博产的,估计被主人遗弃在了贫民区吧 我爸又说道,没看见轮子上的阿尔玛 让你好好学习 今天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什么都想问清楚 又不知道该从哪里问起 爸,妈,你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还记得学校门口那个卖小吃的刘老头吗 妈妈问道,我记得 每次我去她家买烧饼 她都会给我多加一些咸菜和火腿 她,其实就是咱们家的管家 她的名字叫做路易一世刘 咱家还有管家 而且还是英文名字 那咱家有保姆吗 有,你记不记得常来家里做客的马阿姨 妈妈继续问道 记得,上周五还来过 我一进门 他和我爸正在聊着天呢 我敲了半天门 把一个喷嚏打断了我 然后瞪着我说 他就是咱家保姆 领班 蒋新玉 以后就加他C底就可以了 我去 给我暗恋的笑花名字还好听 不是,我身边都是咱家雇的人啊 天天去买馒头花卷的王垂子 他们夫妻俩人都残疾了 不会也被你们雇来糊弄我吧 我感觉自己身处一个虚幻的世界 周围都是群野 只有我一无所知